大家好 我是阿翔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新的開箱文以及沖煮技巧 所以如果你對金米咖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資訊囉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攻略呢是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買了一個新手的設備的前五包豆子 你應該怎麼樣做練習 怎麼樣做訓練 才可以讓你馬上從新手進到進階 而且不會繞太多圓網路 首先呢我們第一個動作需要建議你們呢 可以先固定兩個參數 這先不要懂 不然的話你會很麻煩 這兩個參數 一個是你的水溫 譬如說以學長來說 我最喜歡的水溫就是90度 那你可以在前面五包豆的時候都先使用90度就好 先不要調太多 不然的話你參數會太亂 你會無法做整理 第二個部分就是你的粉水筆 粉水筆就是說 假設我就是用20克的豆子 搭配300CC的水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用這樣的參數去沖煮 否則的話呢 如果你的粉水筆一直沒有正確的話 你很容易每次沖起來的差異性會很大 你很不容易有歸納 不容易做出整理 你覺得很亂 所以這兩個建議你第一個步驟呢 先把你的水溫跟粉水筆先固定好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開始做沖煮了 那首先你的第一包豆子呢 學長建議你 專心的研究你的研磨度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你的手法上面呢 我就建議你選擇就 學長很喜歡鼓勵先手使用的一刀流 一刀流真的它的參數比較不複雜 也比較不吃你的技巧 但是它可以讓你 極盡可能的去了解研磨度 對於風味的影響在哪裡 所以你就可以藉由這一包豆 這一包豆大概10充嘛 因為20克一充一次 大概是10充的過程之中 你要去試著 調粗 調細 調粗 調細 調到一個你覺得味道最好的 那如果你覺得太濃郁了 你就可以稍微再調粗一點點 你如果覺得喝起來不夠濃 太淡或太酸 你可以調細一點 慢慢沖不要心急 今天沖完 認真喝 明天再沖一把 調一下研磨度 認真喝 然後確認 對於你來說 到底哪個研磨度是真真正正 是你的命定研磨度 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沒有做好的話 後面無論是5包豆 10包豆 你都會很痛苦的 因為你老是沒辦法固定好你的參數 OK 好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一刀流 你應該怎麼沖 好 我們把豆子放進去 然後一樣把它拍平 把我們的粉塵拍平 這個動作呢其實 就盡量把它做標準一點 就是你有電子秤 你有一個濾杯 V60 然後濾紙 這些都是固定住的 然後粉水筆記得是1比15 好 然後我們準備 開始給水 Timer按下去 正中間 然後給水下去 那如果你在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就不用繞太多 正中間 稍微一點點 的範圍繞一下就好 不要繞太多 然後盡量給水穩定 給水不要呼大呼小 你看到你的粉塵會很漂亮的膨脹 膨脹 然後你的咖啡粉呢會 徹底的吸水 看到蓬得很漂亮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們一路就不用停 也不用斷水 也不用額外做悶蒸 一路沖到250 好 就這樣喔 小繞圈就好了 小小的喔 不要繞太多喔 小繞圈 然後沖到250 水 往外繞 一樣不斷水 慢慢繞就好了 繞到300cc 1比15的粉水筆 送 好 301 這樣就很準了 那這個一刀流呢 你在前面10把 就是第一包豆的時候 你就可以專心練這個 如果太濃的話呢 調粗一點 如果太淡的話 調細一點點 先確認你的研磨度 哪一個是你喜歡的 OK 那接下來呢 就進到第二包豆 第二包豆呢 學長建議各位 可以專心在你的 給水大小方面 因為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 已經找到了你的 最佳研磨度了 假設齁 隨便說 假設是5 好吧 研磨度假設是5 那在這個研磨度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的給水 比較大一點的話呢 你的風味呢 會走酸一點點 如果你的給水小的話 你的風味會走比較淺一點點 或者是口感會比較厚重 比較濃郁 所以第二包豆這10把呢 學長建議 研磨度就不用再變了 好不好 就專心的 認真的每一把都 測試一下 這個給水 這個大小 是不是你喜歡的 譬如說你喜歡大水 喝起來比較酸 果酸比較明顯 是不是你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這10把都往這個方向走 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調小水往甜的方向走 近期可能呢 在第二包豆子裡面呢 找到你最喜歡的給水大小 那接下來進到第三包豆 這個時候呢已經經過了 研磨度跟給水大小的練習了對不對 基本上呢 你的一刀流已經成型了 但是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豆子隨著 烘焙度的不同 以及產區的不同 特色會不一樣嘛 所以第三包豆子呢 學長建議你 你可以換一個 跟前面兩包 比較不一樣的 的豆子 譬如說前面兩包可能是 中焙豆 你可能第三包用淺焙豆 或者是前面兩包可能是 非洲豆 第三包你可以用中焙焙豆 總之可以選擇 調性 稍微不一樣的豆子 這個時候呢 你就重新的減症 你用之前訓練出來的 研磨度以及給水大小 在不同的豆子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需要調整的 好 那當然 稍微的調整 都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你可以藉由這個 第三包的小調整的過程呢 更確定你的一刀流的一些 可以調整的點 譬如說可能中焙焙豆 我水要再大一點點 喝起來會比較舒服 會比較喜歡符合我的愛好 那基本上呢 前三包豆子沖完後 你就已經有一個不錯的水準囉 接下來呢 第四包豆子的學長建議 你可以開始玩一些 稍微比較進階的手法 所以第四包豆子開始呢 學長建議你可以開始練習 推粉法 那推粉法 為什麼要從推粉法來練習呢 因為呢 推粉法最前面 前面40cc呢 我們要做的是悶針嘛 對不對 對 那悶針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手法 但是呢 它一點點難度 有很多狀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 悶針呢 其實呢 它常常會 不膨啊 或者是會有塌陷的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都不是很好解決 都需要你用比較多的 痘子來做練習 那學長的影片裡面 有講很多怪悶針的 哪裡的問題啊 太粗太細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在第四包豆的時候 專心的在每一把的悶針上面 就確認說慢慢修正 調細調粗 或是給水 給水的部分 布水盡量要怎麼樣 比較合理 盡量在第四包豆的時候呢 把悶針這些事情搞定 對 就專心在這件事 那後半段的推粉的部分呢 其實可以自由一點 沒關係 因為重心是在悶針上面 那到第五包豆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悶針可能已經 大概有點概念對不對 再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 推粉法跟後半段的 繞圈圈的手法上面 因為悶針如果沒有確認好 你去專注於在後半段的給水 基本上跟大家講是四倍公半的 很容易沒有意義 因為你悶針就搞不定嘛 所以我們認真的把 在第四包把悶針搞定 第五包 就可以比較明確的去做調整 譬如說我推粉 我是要大水推的話 也會比較酸一點點 還是小水推比較甜一點點 那如果你把這 12345包全部都做完 情況之下我們發覺說 你會學到兩個手法 這個是一刀流 它是比較簡單的 第二個呢是推粉法 那推粉法裡面含悶針 基本上我可以跟你講喔 你有這五包豆 五十把的基礎 如果你扎扎實實的話呢 其實你的基本功就會很不錯了 這個時候呢 你再去學一些比較複雜的手法 比較需要技巧的手法 情況之下 你的基本功就不會太差 因為我們剛才說的這些練習裡面 包含了 1.對研磨度的觀察 2.對給水大小的選擇 3.對悶針排氣現象的選擇 那這些事情呢 都是你做咖啡的 基本中的基本功 所以對你的影響會非常大喔 OK 那以上呢 新手的千五包豆子的練習方案呢 就是希望聽說給大家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會再回覆各位喔 OK 那我們咖啡宿主公演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